哇 早安 今天晚上繼續進行 田竹鼠塞塞 模組生存 上一集我們就是應觀眾要求 用指令掏出的指令方塊盔甲 但是他們實在是太太太太 太過度OP了 所以呢 我們就把他放置在這邊 先暫時封印他們了 還有之前紮實鼠苗幫我們畫的 這一個往往拿著指令方塊的圖片 今天這一集我們繼續回顧 我們原本想做的事情 我們要來做史萊姆農場 然後蓋個史萊姆巨大雕像 已經研究龍捲風 龍捲風都放在這裡了 然後材料也都放在這裡了 但是今天這一集我們不一定會玩龍捲風 因為經過前幾集的經驗我發現 我可能一集只能完結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龍捲風等於有空再用 我們今天先來蓋個史萊姆農場 跟史萊姆巨大雕像這個樣子 在那之前 啊 我們的圖片又重新洗刷一波了 先來給各位看看 汪汪又獲得什麼觀眾送的圖片吧 這位新朋友叫尤子 他送給了汪汪一個 流著口水然後看起來很開心很開心的汪汪 感謝你喔 看起來還蠻可愛的 但是汪汪不可愛 白尾帖子呢 喔 又是咒術無悔戰的 而且他媽的 就乾巴幹女裝 烏尾轉變是一個可以改變人體特質的技能 然後他媽的 他很想把我變成女的 祭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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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巴巴巴巴巴巴 喔是贏耶 是繪畫實況主的大佬 會使他給了汪汪一個正常的汪汪 謝謝贏耶 汪汪是正常 雖然這張臉不是正常 汪汪 以及最後一張圖片是五月畫的 他畫了一個 他當時畫這張圖片的時候是六月一號 聽說六月一號是國際兒童節 六一國際兒童節 這邊特別幫五月宣傳一下 五月啊 他最近有在接這個 寶寶的委託圖片 就是你們可以請五月畫你們人設的寶寶圖片 只要250塊喔 可以到五月的專頁去問問看這個樣子 那 在今天這一集開始之前 如果想繼續看汪汪穿這個 善進並戀的女裝skin 記得在這部影片留下 987讚的喜歡 就可以繼續看到987連的汪汪喔 來看看我們要怎麼製作我們的史萊姆農場 首先 欸我們之前前兩集有獲得天堂史萊姆的碎片 我們就先來做一個天堂史萊姆的生怪磚 但是不知道他會不會在主世界正常生成後 來找個生怪磚 有嗎 啊有 大家我們有很多生怪磚 我們把它放出來 然後把這個生怪彈碎片 變成 可以使用的生怪彈 喔我有三個呢 來來來 喔放自己下齁 喔目前看到一個黃色的史萊姆 沒有看到藍色的齁 我們把它放到草地上 看看他會不會生長出來 嗯 看起來 不會生長嗎 那我們可能要去天堂挖一點天堂草地 我要到最遠最遠的女武神聚落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挖最遠最遠世界的草地 喔看到了呢 看看這附近有沒有 喔有一個大島 欸不對這個是 雲金島欸 這邊啊那邊可以挖一下 我們就在這邊好好挖一下草地 那就用這個四巢之兔的孤鎬來挖一下吧 那還可以順便帶多一點素材 因為我好像還想蓋史萊姆雕像 就比如說那個雲朵我們可以再做白色的史萊姆 以及那個黃色的雲朵我們可以做黃色的史萊姆 有沒有藍色雲朵 喔有藍色雲朵 我們可以做利姆魯的雕像 然後趕快的把草地收集一番 然後呢也去把那些雲朵收集一番 雲朵應該也是用鏟子就可以快速收集了齁 材料收集的差不多了呢 好多好多的天空草地 這個山壁也變得有點光凸凸的 全部都只剩石頭的部分了 再來就是收集這個雲朵塊的部分嗎 喔這個雲朵塊的話應該也是用鏟子來挖掘來看一下齁 這樣子就可以很好的收集它了 只是這個掉落物嗎 我們現在有一些新方法可以來收集它們齁 來拿起我們的黑洞藏物 阿對我還沒把它命名 等一下我們回去來命名一下齁 有收集到觀眾給的名字了 來打開它 嗯黑洞現在正在吸引物品 我們就可以來隨便挖一下 然後都可以吸到它們 欸欸欸還是要靠近一點才能吸到是不是 好了那就來把這個神殿通通都挖空空 讓它變成沒有雲朵塊的神殿齁 以及這個樓下的快速殺啊 嗯原本挖它的話 也是很怕它掉到虛空裡面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直接挖它來吸它了 因為有這個神體的黑洞寵物 我覺得 我真的他媽有病 我為什麼要把神殿下面的雲朵通通挖完呢 這工程好累喔 累死我了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很有成就感齁 來看看這一箱 喔這一箱就是我們所有所有的雲朵 以及這一箱是 欸我們挖了冷天雲 還有藍天雲跟金天雲齁 我們來把它做史萊姆大雕像 然後這個快速殺我們來看一下 它可以做什麼齁 嗯 可以做方塊盔甲 還可以做什麼 喔這應該是天堂擴充的東西齁 快速 粉塵可以做些 什麼玩意 我也不曉得齁 但是它好像還有其他作用 可以做成玻璃之類的 喔也有玻璃 哇 能發光然後又能隱形 又能增加一點點速度 這個盔甲能力好多喔 但是 痾 好莫名喔 它就跟玻璃一樣用途 是不是 我們改天可以再來研究一下 我們就來 再開一個傳送門回家吧 欸 回家家天祖祖春春 然後 抱起這一個箱子 欸 準備回去 我好像覺得我們可以來好好利用 剩下來這一大塊空地 把沙子通通換成天空草地 應該就可以來養殖史萊姆了唷 好 大概挖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再拿天空草地跟永恆建造魔上 堆一屑啊 永恆建造魔上這樣子 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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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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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過頭了 我好像稍微設計了一下齁 我沒有讓它變成一個完整的方形 而是有一種凹凸凹凸的感覺 讓它有一種 欸 軟泥啊 細胞的感覺齁 旁邊這個柵欄呢 是用天堂的這個天跟木柵欄 然後要用這個天跟木的這些木材 來去製作而成 上面放青色地毯 感覺就跟這個天空草地很搭 我們就來去把 我們那個史萊姆生怪磚抱過來一下吧 看看他在天空草地上 是不是可以很好生長出來 欸 放紙 然後他 喔 出現啦 是利姆魯 我們來把利姆魯幹掉 然後來獲得他的靈魂 啊不對 他不能打 喔喔 有有有他 他跳的上來 跳的上來 我讓他跳的上來 等一下喔 欸欸欸欸 那這個 這個柵欄不夠高 我們要再幫他變得更高一點點 我剛剛稍微修改了一下 我發現其實只是史萊姆跳躍 碰到羊毛地毯的話 會墊腳上去 我們就把羊毛地毯拆掉 通通換成柵欄門吧 天跟木的柵欄門 玩家就可以從任何角度切入進去 欸 開門 嘿 你好 關門他們就出不來了 還可以射死他們 欸 直接這樣射也行 這邊就是一個史萊姆的採集場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拿一下他們的變身 我們久違就來玩一下變身模組吧 看看我 我是隻人觸無害的史萊姆 我不是隻邪惡的史萊姆喔 然後我偶爾還有發現史萊姆飛行的時候 我會一直保持在這種 欸 跳高的感覺上 欸 這樣子跳高跳高的 挺有趣的齁 我們再變回來 剛剛還有說要來幫這個黑洞史萊姆命名嗎 我們來命名一下吧 我往把大家的這個命名挑選了一下 都放在這個抽獎箱裡面齁 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名字跑出來了齁 看看會抽到什麼神奇的名字 我偷偷 他出現的名字叫做 喔 哇喔 哇喔 這麼學術性的名字齁 聽說這是一個黑洞的代號齁 今後你就叫做 SDSSJ073739.96加384413.2 好學術性又好難唸的名字齁 我們就叫他SDSS吧 怎麼會有人取這個 這麼學術性的名字啊 太厲害了吧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幹正式啦 我們要來幹巨大史萊姆雕像 我忘了用到這個小水池的空間齁 但這個小水池實在是太礙眼了 所以我們來用永恆建造魔杖 直接來把他帕子歐 填平了呢 接下來在用我們黑洞寵物 幫我們蒐集而來的這些雲朵來製作吧 先做一個最大的 最大的我想要做利姆如款式的齁 那麼我覺得啊 史萊姆的黃金比例應該是 長寬5比4齁 來看一下有沒有看到 長5 然後呢寬4 然後呢高度再來個3 這樣子就很完美了 所以汪汪先來把他堆放一下 5比4的比例齁 不知道汪汪準備的這些方塊夠不夠多 我們先來放一下下 123 然後再把他弄高一點 1 2 2 喔不 不 我們的方塊超級不夠 喔不 我這樣子才 我還要再上去個大概6格左右吧 那這些史萊姆們請你去死吧 因為這個藍色史萊姆 他會掉這個雲朵方塊 我還需要準備個 這個 欸 戰利品寵物 來來來給我更多更多的雲朵方塊吧 我忘了來多殺一點這個史萊姆 但是這個殺起來感覺好慢喔 我忘了再去多挖一點好了 我去天堂多挖一點 痾 我需要好多方塊 我忘決定妥協 我們不要做死心的 我們做一個空心的史萊姆齁 這樣子看起來 也挺有層次感的齁 我們可以蹲下 然後默默的進去 如果我們沒有按蹲下的話 就像這個樣子就會噴出去齁 所以周邊的怪物如果碰到這個史萊姆 他被彈上去 基本上是絕對會死啦 再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要放什麼顏色的 我們就順著順序 白色的黃色的紅色的堆疊上去吧 然後每上一層的話 就往內縮一格這個樣子 王先把一個基本的型件出來了齁 由我們的利姆魯大史萊姆 白色史萊姆 黃色史萊姆 跟紅色小小史萊姆齁 來給他們點綴上眼睛 眼睛的部分 我問翁翁想用陶土來點綴齁 陶土的話我們的電腦可以買到 翁翁先去掏一點綠寶石來買 再把這些陶土染成各自史萊姆 類似的眼睛顏色齁 像利姆魯的話 我們直接用藍色 就會變成這種深藍的感覺 會很有他眼睛的這種色彩齁 有沒有看到這邊這隻眼睛的 感覺就很有深藍色的感覺 接下來白色的話 我翁翁試試看青色齁 因為青色 他陶土的青色是長這個顏色齁 跟灰色是有點接近的 而黃色的史萊姆 我們試試上用棕色的眼睛 紅色的話 我先試試看用紅色 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適合齁 那我往就取一個中間值 然後開始堆上這些眼睛 看起來會像這個樣子 感覺位置好像在上面一點點 像是這個樣子吧 那這個眼睛有點太凸凸的 我們等一下會用雕刻模組來修一下 我往先擺個位置齁 弄了四種不同款式的史萊姆眼睛齁 首先是經典款的利姆如款式 以及一個 有點無奈臉的白色款式 有點窘臉的黃色款式 以及 也沒什麼特別 就是看起來很可愛的 紅色款式的 他們的眼睛如果從側邊看來的話 會看起來非常的突 感覺好像是 不是他本身的眼睛的樣子齁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方塊都往內凹一點 就可以用上鑿子模組了 來拿出一個鐵跟一個棒子 就可以弄出鐵鑿子齁 做法的話 我們可以用Auto Gym來選擇 我們需要挖掘的大小 我們先挖個這個樣子好了 來挖個四分之一 把他往內凹試試看齁 往內凹一下的話 從側邊看起來也是很正常了齁 我們獲得的這些多的小碎塊 就是這些陶土碎塊 我們也可以好好加以利用 就比如說紅色這邊 我們一樣按Auto Gym選擇 我們想要的大小 我們可以稍微這樣子 堆出來 喔 這樣看起來就會很像一個 美少女史萊姆 有長長眼睫毛的感覺 喔有沒有 是女生的感覺喔 然後呢 等一下再可以弄個嘴巴什麼的 阿炯臉的話 我們可以讓他的這個炯 再稍微上去一點點 就更有這個神韻感 然後再給他弄一個 開開的嘴巴 像是 這個樣子 阿阿阿 我的那個素材不夠了齁 那等一下我往往再去 多弄一點棕色陶土 大功告成了呀 利姆魯他還是一臉利姆一樣 因為他原本就很完美了 而這個無賴臉呢 給他多一個倒三角的嘴巴 跟一個 呃 遇到很無奈事情的三條槓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無奈臉的樣子 而這個窮臉呢 他多了一個嘴巴 這個嘴巴就是 的感覺 跟 女生多了一個長睫毛 還有一個紅色小花花 是不是應該給他一個黃色的花蕊之類的 沒關係 就這個樣子吧 最後最後啊 我們再用生物品把這些史萊姆裝起來 放大給各位參考一下 來來來 一隻黃色的 給我一隻黃色的 一隻黃的 然後再來一隻藍的 欸 我為什麼把史萊姆裝起來之後 欸欸欸 有天堂史萊姆啊 但是為什麼沒有顯示出來 好奇怪喔 來來來 藍色的過來一下 欸 為什麼這個天堂史萊姆在瓶子裡面不會顯示出來啊 我們來看一下齁 喔 這個是 嗯 嗯 他們是空白的耶 那我把他放出來的話呢 欸不對啊 他有東西啊 欸欸欸欸 那不然我把你抱起來 我抱你起來 欸 抱起來會是隱形的 那 放到你頭上 呃 呃 呃 啊 啊 啊 crash了 欸 欸 發生什麼事情了 呃 喔 喔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密不可分了 他們兩個好害羞 他融為一體了 今天這一集汪汪就是蓋了 夢寐以求的史萊姆農場 還有超巨型史萊姆雕像吼 現在利姆盧有了 下一集我們就來研究Tempesto 來召喚暴風龍 維魯多拉吧 今天就這個樣子 留言說 史萊姆看起來真好吃 感謝各位收看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quote 她 иногда不協助 которое喝釀的 不協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